那所以剛剛的話呢 我們是把上個禮拜的IP-LEN 改成TES 第一個 那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接下來就是說呢 如果我今天希望呢 因為如果假設這件事情 我每天都要做一遍 然後呢 像公示這個東西其實這麼冗長 但其實我們已經把它縮短 可是再打一次還是有點不花時間的 那假設每個地方都有很多很多的欄位 你要重新輸入公示 那其實蠻浪費時間 所以呢我今天有一個需求 就是我希望呢 自動 幫我寫一個程式 那個程式最好是可以怎麼樣 將來呢可以在旁邊多一個按鈕 一個 兩個按鈕 一個按鈕是按下去 自己把這個公示的結果輸入 另外一個按鈕就是按下它之後呢 把這個資料給清掉 兩個按鈕喔 OK 那所以呢 所以呢我們如果需要做到 這個應該就是所謂的自動化 那就需要寫程式 可是你說我沒寫沒虛過怎麼辦 我跟各位講其實也不用擔心 因為在Excel裡面 其實它有一個功能蠻好的 就是它可以自己幫你寫程式 OK 那你要怎麼幫你寫程式 那你就要把你需要做的那些動作 做一遍給它看 它會幫你自己寫出對應的程式來 那你將來呢只要去執行它 這件事就完成了 這麼好用嗎 其實我覺得這個也是 Excel裡面的一個特點 其他程式語言沒這麼好啦 不會寫就不會寫 你可能要自己想辦法 但是Excel裡面不會寫沒關係 你可以錄下來 你可以把你的動作錄下來的過程 轉換成VBA程式 這件我覺得還蠻好的 那怎麼做 首先第一個呢 如果你要錄製劇集 或者要寫VBA的話 第一個請你找到上方有一個箭頭 這個箭頭它叫什麼 制定快速存取功序列 這個箭頭 第二個的話找到這個其他命令 其他命令點一下 它會跳出一個頁面 裡面的話請你再找到 左邊有一個叫制定功能區 制定功能區的右邊有一個叫開發人員 特別注意喔 請務必把這個開發人員打勾 之後的話按確定 所以其實大概就是這個箭頭有沒有 其他命令然後找到這一個 再找到這一個 按確定就OK了 所以喔 那你會發現呢 你的工具列上面就會多一個叫開發人員 就是這個東西 所以第一個這很重要 以後如果要做一些什麼呢 錄製劇集也好 有沒有 這邊有錄製劇集 然後寫完的程式呢 就在VBA 所以這些是比較重要的 另外的話 如果你將來要產生按鈕的話 這邊有個插入按鈕 所以從這邊進 大概就這幾個功能比較重要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要教大家怎麼樣產生VBA程式 但是這個程式不是自己寫的 是錄製的喔 那錄製的話呢 當然 顧名思義啦 有點像是你錄影一樣 錄影之前喔 比如說你要演戲嘛 那你要先彩排 就是不能NG喔 所以你那個動作要流暢 有固定的流程 你把它錄下來 所以呢 我們需要的動作先講一次喔 第一個動作就是 我希望呢 游標先放在這一邊 然後把公式輸入進去 輸入進去之後呢 向下填滿 所以這樣的話呢 就可以幫我把那個 我的公式填上去 然後輸入進去 總共有三個動作啦 我再做一次喔 三個動作有點固定中 一游標放在一四儲存格 二上面把它點一下 打勾 就輸入公式 三個的話呢 就是向下填滿 向下填滿就是這個 儲存格右下不是一個空點對不對 快點兩下 它就填滿到底下 OK 那就是三個動作 一二三嘛 一二打勾 三向下填滿 OK 所以第一個動作喔 那第二個動作是清除 清除的話就是一 一樣是放在一四 二的話呢 選到底 選到底我建議 各位可以記一個快速鍵 叫做Ctrl Shift 再按向下 Ctrl Shift向下 它就會自動幫你選到 這個範圍的最下方了 你說老師那我用滑鼠慢慢選可不可以 其實也可以啦 這樣不建議啦 為什麼 因為你選完那個範圍固定了 它以後就不會自動追蹤了 這個的話呢 它會自動追蹤 你最下面那一列在哪個位置 這個比較零 最後刪除怎麼刪 按Delete 有沒有就刪掉了 我先按Ctrl D Ctrl加一個D就復原 所以一樣三個動作喔 有沒有 一二的話Ctrl Shift向下 刪Delete 你記起來了 三個動作喔 所以我們待會就要把它錄製囉 好 那就等於是 錄兩個句集 好 那所以喔 我先Demo 做一次給各位看好了 第一個的話 我們先錄那個產生公式 第二個錄清楚好了 所以一 錄製句集 你們先自己彩排一下 彩排OK就開始了 我先錄製一下 我錄一下給各位看喔 不過可能這個地方有一個D 可能會NG喔 游標先不要放這裡喔 放這裡一定是說 一定要放外面這邊 這樣你錄 這個動作才會錄進去喔 你不能直接放這邊 這邊點它它不會錄喔 因為它本來就在那邊 它不會產生 一定要放外面 好 錄製句集 那 第一個句集名稱叫什麼 也許叫串接好了 也許就是我把那個 後面的三個欄會串接 簡稱串接 串接手機號碼 不過不用取那麼長 我就叫串接好了 OK 好 接下來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按確定等於就開始囉 你就把三個動作 多一個都不行喔 把它做出來 按確定 好 一 一 游標放在一式 二 在資料編輯上面點一下打勾 好 輸入公式嘛 三 直接在空點快點兩下 完成了 所以喔 三個動作完成之後 四的話就是什麼 停止錄制 這個很重要喔 做完之後呢 請記得務必要停止 之前同學都忘了第四個動作 可以停下來 因為它沒有停止 就繼續錄就一定錯了 OK 停止喔 那你錄完的結果 在這個清單裡面就出現了 這邊有個串接 按執行它就執行了 我們等一下再執行好了 那接下來的話呢 再錄第二個 所以一樣把游標放在這個外面 然後錄字聚齊 然後第二個叫清除好了 我們叫清除 有沒有清 好 接下來一樣的動作喔 所以第一個叫串接 第二個叫清除 一樣就是三個動作 游標放一四 Ctrl shift向下 Delete 三個動作喔 好 按確定 一 二的話 Ctrl shift向下 然後三的話 Delete 好 OK之後停止錄制 好 完成了 那我們來做做看 你怎麼知道OK喔 聚集這個清單裡面 看到串接執行看看 有沒有看到 執行OK 找到清除 再執行看看 執行OK 那就成功了 那你說 老師那如果不成功 那就NG NG 重錄就好了 那怎麼重錄很簡單嘛 比如說像剛剛那個什麼 清除好了 假設清除 的地方NG對不對 然後你就是錄字重錄字 你一樣取同樣一個名稱 它會按確定之後 會問你說是不是要覆蓋 那你就把它覆蓋過去 重錄的話 就1 然後2 Ctrl shift向下 3 Delete 好如果假設你不對 你就把它蓋過重錄了 一樣4 停止錄制 好 這樣我們再試試看好了 如果OK 那恭喜你喔 你就已經寫好了 這個第一個VBA程式 OK 其實背後就程式喔 但你說老師 我什麼事都沒做 只有錄 對 這個就是也是有厲害的地方 也就是你不會寫沒關係啦 你可以用錄字的 所以這一點我覺得這個是 對於完全不會寫程式的來說啦 錄字聚集這個功能 真的是蠻友善的 因為其他的程式語言 我還沒見過可以錄製的 比如說你學Python 哪裡可以錄製啊 我還真的很希望說Python 能夠有錄製聚集這個功能 哇太好了 你用錄一下 自己就可以產生程式 有嗎 好像沒有啦 如果有告訴我一下 Jawa也沒有啦 C++不用講了 R都這麼重 但是我知道有一些地方 有啦 但是我覺得好像沒有像 Excel這個錄製聚集這麼好用 所以如果你懂得善用的話啦 Excel寫VPA程式 我倒是覺得沒有那麼困難 因為很多地方不會寫沒關係 先錄嘛 但是錄完之後沒 那你說老師呢 我可不可以知道 到底我 有我的程式在哪裡 其實你如果想要知道的話 可以從聚集 執行的下兩個叫編輯有沒有 這邊編輯 點下去它就會告訴你程式在哪邊 那我們下一個步驟呢 就是要來 怎麼樣 就是看一下程式 如果你假設慢慢看懂程式之後 你就可以再做進一步的修改 可以做更多的變化 OK 試一下 請各位先把那個 錄製聚集這個部分先完成 那待會的話我們可能要做兩個按鈕吧 這邊插入這邊要按鈕 你可以產生 因為其實說在執行 你可以把它做兩個按鈕 要一個叫串切吧 就是把它做在這邊 然後另外的話也許就是下面叫清除 這個叫清除 類似像這樣 這樣更方便 按下去 按下去 感覺還蠻好的 有沒有 以後的話你要做就直接執行 你要清除就把它清掉 那這個怎麼做待會再看 你們先完成到這邊好了 那以後當然目前只有一個欄位 以後如果你有很多欄位 全部自動完成 而且後面還可以做很多的自動化部分 我覺得這還蠻好用的 試一下